欢迎收看5月1号劳动节的新闻抢线报 我是小慧 新闻开始先来看社会新闻 吉隆坡磁场街旅游望区今早发生了一宗罕见意外 一块大招牌毫无预警掉下来 结果砸中了楼下一家老字号餐馆外等候座位的一对年轻男女 引起了一阵骚动 两名伤者随后在朋友的陪同下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这起意外于今早大约10点发生 由于今天是劳动节公共假期 吉隆坡市中心的磁场街一早就出现了人潮 这一家老字号餐馆外也有不少人在等候座位 根据目击者透露 当时这个大招牌毫无预警掉下 砸中了这一对年轻男女 女伤者的头顶立刻流血 当时现场还有很多小孩 如果砸中小孩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根据观察 招牌的支架已经生锈 断了就突然掉下 但掉落的招牌并非来自该餐馆 国内贾拿都 拿都司礼和单司礼军前满天飞 马来西亚拿都理事会接获多宗相关投报后 该会执委拿都司礼张天赐 秘书拿都三苏和其他六名委员 如今针对其中九宗报警 要求警方彻查 张天赐报案前在记者会指出 这九宗个案都是自称是生意人的本地人士 甚至曾有一个家庭 人人都是拿都 因为他们自行打印证书后签名 对外自称是拿都 还有许多外籍人士也以为获得有关虚嫌 就能够帮助到自己的事业 如果他们有那个打都 他们太太就打定吗 那肯定会养会损 那么做审理肯定人家会相信 他们有那个打都选择 所以他们要这个拿都 马来西亚拿都理事会调查发现 这些贾拿都 拿都司礼和单司礼薰贤 目前在市场上的售价六万令吉起跳 最高价格可以去到十万令吉或以上 甚至还能够分期付款 今天是劳动节 首相安华就给公务员捎来好消息 他承诺一旦国家财务好转 政府将会优先考虑调整中低阶层公务员的薪资 安华说 虽然政府目前正接管国家非常严重的财务状况 国债高达1.5兆令吉 但他依然承诺会检讨公务员薪资 他希望公务员能够给他一年的时间 一旦国家税收有增长的趋势 第一件优先处理的就是调整公务员的薪资 另外国际职工会大马联络委员会昨天配合劳动节 向政府提出了多项诉求 包括将雇主公积金缴纳率从13%提升到20% 对此安华回应说 有人提出了这一个建议 但这一个课题还没有提成到内阁讨论 因此政府将会先探讨才决定是否落实 因为这事会影响到政府雇主和雇员的政策决定 另外早前有网媒引述消息报导 部分国阵国会议员被游说参与一个聘死一搏的任务 通过辞职退党制造补选 并在反对党齐之上阵补选 以推翻安华的政权 对此安华就直言 这一个计划是站不住脚的 他打趣说 如果反对党没有密谋就没有工作了 而针对前首相纳吉的特赦申请安华透露 特赦局还未讨论 但该局会秉持专业 而且无偏见地做出考量 另外安华也宣布 各拨款100万令吉给全国民事雇员职工总会 和大马职工总会 以提升职工会的管理和效率 在刚过去的开斋节 不少人都趁着佳节到亲戚家拜访 但在雪州的这一家人 因为家里的小孩太多 必须出动迷你巴士 才能够再送23名孩子 成为一道奇景 住在雪州而迈的西达亚 日前拍下了表姐一家 坐着迷你巴士到她家的视频 却没想到视频在上传社交媒体后爆红 累计超过170万浏览 她说甚至还有人留言 想要租那辆迷你巴士 但表姐一家的迷你巴士 只是公司人用途 西达亚说表姐夫有两名妻子 三人共育有23名孩子 之前他们一家是坐货车 但随着孩子越来越多 就升级坐迷你巴士 吉隆坡一名男子日前到车厂 更换轿车的轮胎 事后检查胎边的生产日期时 却发现自己付了新胎的价格 但车厂却给他换了2019年生产的轮胎 他之后到车厂理论 询问老板为何不告知是旧胎 但老板只是表示不知道来货是旧胎 目前已经没有新胎的存货 最终同意退款给男子 让他到其他车厂换胎 沙拉越当地有名的巨蟒彭舌鸽 一周前开始生病脱皮 虽然医生开出了止痛药和消炎针 但年事已高的彭舌鸽 健康状况还是每况愈下 四主昨晚回家后就发现他 一动不动已经逝世 中年33载 饲养了他33年的四主一家 还为他定做棺木 送到富贵山庄火化 之后骨灰由四主一家领回家里安置纪念 超过60名日爱华教人士 以骑行的方式 拜访霹雳州的九所独钟 今天上午来到 仪宝玉财独钟终点站 结束了四天三夜 全长350公里的骑行 这只骑行队伍一底部 就受到在场人士的欢迎 仪宝玉财独钟也特意准备了餐点 让长途跋涉的骑士们享用 仪宝玉财独钟总物流子尊 在独钟传奇闭幕一世时 衷心感谢众骑士 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华教的支持 为华教献力 他说这一个活动让他想起70年代 华教人士面临独钟走下坡 以及平民关闭的危机情形 幸好华教人士在1973年 发起了独钟步行运动 燃起华社对华教的热血 来看国际新闻 土耳其总统选战在进入最后两周后 越发百热化 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和主要对手 吉利·达罗格鲁都展开了大型集会 一位生病三天为现身造势活动的 艾尔多安周日强势回归 而对手的街头造势声势也非常浩大 现场一片红色漆海 非常壮观 连续三天没有现身后 69岁的艾尔多安周日再度回归 出席了在首都安卡拉中区的大型集会 并向支持者喊话 要将世俗化领导人吉利·达罗格鲁和六个政党组成的 在野联盟赶出政坛 艾尔多安领导的伊斯兰主义草根政党于2002年上台 如今74岁的吉利·达罗格鲁和他的多元联盟 成为了自2003年起就担任 土耳其总理至今的艾尔多安 面临执政以来的最严峻挑战 土耳其这一次的总统选举 手头族约有520万人 对于这些年轻的手头族而言 他们自出生以后 就没有看过艾尔多安以外的执政者 民调显示 在18岁到25岁的年轻选民当中 只有20%准备投票给艾尔多安 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 周一凌晨发生了停电事故 导致至少40趟的航班被取消 预计会有更多的航班可能延误 中国去年12月解封后 外界就传言可能会在6月左右 迎来第二波的疫情反弹 尤其是在五一长假后 是否会爆发大规模感染 成为关注 不过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教授分析说 虽然目前阳性病人比例在 八日门诊中有上升的趋势 但总人数没有显著的上升 尚未出现第二波的疫情 中国不少人都趁着五一长假出游 不过就有多名网民在社交媒体 发布视频吐槽 在中国第二大瀑布黄河湖口瀑布沿途的部分路段都被围墙遮挡 在外围看不到湖口瀑布 讽刺必须花钱才能够看 不过当地文旅部门就回应说 湖口瀑布景区正在进行内部扩建 围墙是出于安全考虑 并非为了防止游客偷窥景色 台湾五一行动联盟 今天下午1点在凯达格兰大道 举行了主轴为八年全执政 劳工散总账的劳动节游行 预计4000名劳工走上了街头 参与游行的上千人 拿着象征选票的手举牌撕毁 表达对民进党政府劳动政策 多项跳票不及格的不满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和密西西比州南部 周六都发生了枪击案 造成四死的悲剧 在西雅图警方接获投报 赶到卡尔安德森公园时 发现有一人当场死亡 受伤送院的两人当中 其中一人宣告不治 另一人情况危怠 警方到场后封锁现场 目前还在寻找一名参与其中 但在警察到达之前 离开了现场的男子 而在密西西比州南部 周六晚上则发生了 居家派对枪击案 年龄介于15岁到18岁的 6名中学生重担受伤 被送院治疗 其中两人伤重不治 19岁枪手布兰德已经被逮捕 墨西哥周六发生了 旅游巴士坠入峡谷的意外 造成18人死 33人受伤 这辆巴士当时从哈利斯科州出发 开往海滩顺地瓜亚比托斯 行驶220公里后失控冲出大陆 均入15公尺深的峡谷 巴士上的所有乘客都是墨西哥国民 事故原因还有待调查 说到荷兰很多人会想到风车和郁金香 但要说到最具民族特色的工艺品 那就是荷兰木鞋 各种不同造型 不同颜色的木鞋 都是深受游客喜爱的纪念品 西文的最后 跟着镜头来看看 这些传统木鞋的制作过程 我是小慧 我们再会 这些传统木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